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 据美媒体报道 关于杜兰特在勇士与快船的第二场比赛中只出手8次 科尔昨天明确表示 杜兰特应该多出手 无论是20次还是30次 他甚至表示杜兰特在季后赛有无限出手权 然而面对同样的问题 格林的态度则是完全不同 这也让外界猜测他和杜兰特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 我只是鼓励他打篮球 无论他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打 当被问到是否鼓励杜兰特多投篮时 德雷蒙德·格林说道 我的工作真的不是去决定别人应该怎么打球 以及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打球 这是他们的事情 据勇士记者透露 以前当杜兰特在场上打得很消极的时候 格林会用他的激情去点燃杜兰特的斗志 比如一些激动的言语激励 但是自从去年11月 格林和杜兰特在比赛中吵架之后 格林就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今天的赛事圈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